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大盘重挫145点 我告诉你的股票都没有跌 涨停板的还一大堆 同学你到底要怎么做 快过年了 老师过年前能不能先赚红包 我告诉你会 我昨天的测标在这里 我没有改 我不是又改一下什么伟创 广达 技嘉 我们都没有改 对不对 我觉得很多同学去参加别的老师 然后就买一大堆股票 广达也有 技嘉也有 伟创也有 世新也有 艾普也有 智源也有 同学 M31也有 创意也有 同学 你有多少钱 我告诉你我们同学 光买艾普买50张 我不要说买在什么价位 就算买在今天 也没有跌 明天搞不好就涨停板 老师你很有把握 我 我们来看一下明天会不会涨停板 大盘中错了 145点 大家看一下 大盘有没有中错是145点 来 看我的测标 看我的测标 我跟你讲艾普 对不对 艾普今天也没有跌 没有跌 老师 今天艾普没有涨停板不漂亮 明天补你一支涨停板可以吧 明天补你一支涨停板可以吧 老师艾普四星 四星又创新高了 对不对 好 再来看测标 创意 老师创意小跌 2月2号要法缩对不对 明天会不会涨停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反正我告诉你 明天一定涨 这样我们来修书一下 明天如果没有涨 那中央老师就落魁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讲实在话 M31有没有创新高 对不对 来 看一下测标 来 看一下 神盾有没有涨停 我不是叫你去追涨停 来 安国有没有涨停 涨停 对不对 立望有没有继续涨 立望涨100多块 创历史新高 我知道你也不敢买这些股票 那你说老师 那要买什么 我们一定会带所有同学 买一支新的 因为我们这样讲 一个好的老师 不是说涉飞标 伪创涨就有伪创 广达涨就有广达 既加涨就有既加 跌的时候都不讲 我也告诉你 这些股票涨到差不多 已经不太会涨了 怎么讲你也不太相信 来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看一些29号 我在这里告诉你 神盾具有科 就是标股 对不对 我告诉你 来看一下安国 老师 你到底有没有买安国 你认为呢 我不要讲太多 常如我分析 对不对 来看一下 再看一下 我告诉你什么 我告诉你说 注意到 爱不会涨到哪里 当冲隔日冲都可以赚 对不对 我在这里讲得很清楚 而且我昨天晚上还跟你讲一个 很重要的 我告诉你什么 伟创广达技嘉 反弹进尾声 你如果今天再去追 我不知道要讲些什么 随便你 反正你看好你就去买 如果你没有赚钱 再来找我也可以 对不对 不是有人说要停损卖一半 那随便你了 我没有意见 我没有意见 我真的没有意见 我真的没有意见 有的股票过年前 就会有很大的红袍 我一直跟 所有的同学讲 有钱人之所以有钱 做的和想的跟你不一样 对不对 我测标的这几支股票 你有没有买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你有没有买 你没有买也没关系 一通电话一块钱 我明天带你买 老师 这大盘跌145点 老师这大盘跌145点 台积电就跌了十几块 对不对 台积电就跌了十几块 那收盘是258 628 对不对 联发科没跌 对不对 力旺继续涨 四星继续涨 创意明天要开始动 我跟你讲明天开始动 就是明天开始动 不啰嗦 M31再创新高 金星科也涨 有同学来找我 我说老师金星科到底会不会涨 我说金星科这两天再整理一下最漂亮 过完年以后他就会开始涨 艾浦过年前就会涨 老师明天会不会涨停 加LINE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同学 加LINE嘛 分享标股的攻击模式嘛 不然呢 不然我也不知道你在哪里 你看节目就要看啊 对不对 一大堆老师讲什么伪创广达技嘉 低买就没有问题 坐教啊 坐教啊 不出也不叫坐教 不出也回原点了 真的啦 我已经跟你讲过N变了啦 昨天有同学来找我啦 他说还好昨天 把那个伪创都卖掉了啦 120嘛 我就跟你讲120嘛 今天120都没有 今天已经剩下114.5了 对不对 老师明天伪创会不会跌停 不会啦 会跌啦 不会跌停 我跟你讲 这有那么大的缺口 他跌破无日线喔 现在还有量喔 小心明天 明天不会跌太多啦 让你有机会跑一跑啦 对不对 广达这个点都过不去 这是开高走低打跌停的呢 10%呢 你一直套在这里 好不容易三个月要解套了 你又不出 你还在加码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啦 来 今天技嘉很强对不对 老师当冲客冲冲热 冲冲热 你冲嘛再继续冲嘛 冲到明天就弯下来了 好 同学 我在这里事先讲的股票 我每一档股票我都事先讲 我们不要说 在这里用欺骗的 台积电概念股就是强 对不对 欺望四星M31创意 创意差不多了 明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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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看 你看得懂怎么操作 明天开盘就可以冲了 你不会冲我带你冲 冲冲热嘛 对不对 金星科嘛你看 对不对 艾普明天又可以冲 我们今天没有冲 我打算留资金来明天冲 对不对 艾普是最大的受益厂商嘛 对不对 带量攻击了嘛 已经攻击了啦 哎呀已经开始要攻击了啦 威上第四季营收大成长 获利必加 我跟你讲 神盾真的很会做股票 神盾这一支股票 他就给你搞一个说 神盾还在赔钱 我们看一下神盾 对不对 你看去年赔了6.9 到第三季为止 你看看恐怖的是在哪里 第四季 第四季 上个月就是4月 12月 神盾每股还亏损1.74元 老师 老师 神盾还亏损 老师今天还拉 我告诉你 加空啊 空单那么多 这空单输多少钱你知道吗 空单输了一倍 空单输一倍代表什么 代表一件事情 你不管空多少价钱 你现在已经归零高了 空单就算9成 对不对 从140涨到280 券商会打电话给你 张先生 陈小姐 你放空的 你要回补了 不然的话 我们要跟你断头 对不对 同学 我在这里跟你讲嘛 来看一下嘛 28 来看一下30号 农历年前 大家都告诉你 有结账的卖压 标股却是一路往上 不管高价股低价股 试想同学 如果你放空的标股 是神盾 是安国 这个年怎么过 元月的标股 神盾 M31都标一倍 你这个年要怎么过 卖房子过 你教我 你要怎么过 老师我不知道怎么过 同学 真的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明天要买的股票 不叫神盾 老师 我先讲好 会员明天我们要买一支新的股票 老师那为什么你过年前 你都没有叫我买新的股票 明明你看好 你为什么没有买 因为我发觉很多同学 很多同学持股过来 十八档你知道吗 每一档都有了 有的套在高点 有的小培 那都不是重点 有的套很深 还有空单被嘎一倍的 所以同学 我再一次的跟你强调 过年前 你如果要过个好年 有钱人之所以有钱 做得很小的跟你 绝对不一样 老师 明天爱补会不会涨停 如果会呢 那你放空你又完蛋了 如果不会呢 那你要买还是要卖 老师明天哪一次会涨停 同学 好 加烂 好不好 我都是事先分析的 你看老师多认真 谁买几张在什么价位 谁买几张在什么价位 老师多认真 标股在这里都跟你明讲的 金利科没有融资融卷 所以不要了对不对 但是老师有没有跟你讲 跟你讲的每一档股票 在这里都讲的清清楚楚的 对不对 老师 你有没有跟我讲安国 看一下有没有跟你讲安国 我叫你这个都不要追了 叫你都不要追了 对不对 所以同学 安国有没有写在这里 有吗 那老师 那这样子明天要买哪一支 同学 一通电话 只要一块钱 让我帮你赚红包 上庭板 就会哎 万通国际投固 诚信至上以客为尊 专业团队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成就精彩人生 环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绩效华仲取宠 第三 所有股票殆尽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灯灯 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咨询专线 02-7725-9668 万通国际头部 诚信至上以客位尊 专业团队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成就精彩人生 环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绩效华仲取宠 第三 所有股票殆尽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灯灯 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咨询专线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 股动乾坤 欢迎各位回到现场 我今天也不用再讲什么了 因为我明天要带你买股票 而且注意一定会强攻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到底 阻力在做些什么动作 有一些股票讲给你听 来看一下 来 我们看一下进出表 今天这个叫做爱普 外资投信自营商都小买 这个小买不够力 要拉涨停板 不是小买可以解决的 那对不对 威胜 今天外资买100多张 这也不够力 这明天不会涨停的 但是会涨 那老四明天到底哪一支会涨停 加烂 加烂 我最近有今天就像下午有一个同学 跑到我们公司来 见到我很高兴 看我的节目 这买股票有赚到钱 但是他说老师 你讲得很准 那明天我一定会跟你买股票 所有同学听好 我明天一定会买股票 因为大盘跌了145点 对不对 那要当冲也可以 就像我讲的 当冲隔日冲波断冲 对不对 实际操作不是获利的保证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里 也跟所有投资朋友报告过 像譬如说 我们这个创意 这里买这里卖 这里买这里卖 已经赚了1000块钱了 我们高档有卖掉 我们才买回来 我们不是每天买的 因为每天买 你家开银行也不够 真的 每天买你家开银行也不够 来看一下 对不对 这个跳空跌下来 我们在这里买这里卖 因为碰到季节 这里买这里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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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们卖是全部卖光光 不是那个出一半的 我们先讲好 好 那今天 SORRY跟小黑亮说了 他要举办法说了 明天有可能就会涨停板了 那涨停板出来要怎么做 当然我们每一趟买卖都赚钱 只有最后这一趟买的时候小赔 但是我相信明天的涨停板 大家就可以乒乓到了 也就没有投资费会赔钱了 我讲的话实实在在 我连赚我连赔我都公开讲的 最后一趟买的是小赔 但是我认为如果明天涨停板的话 那所有观众 所有电视会员都会很高兴 那我在这里我也讲得很清楚 我也在这里告诉你说 在这里 对不对 老师安国 迅心 华迅筹码更加 我是29号写的 30号你就可以买了 29号写的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安国是不是涨停板 对不对 迅心是不是大涨 安国迅心还有华迅 华迅是不是也大涨 盘中还差一点涨停 老师你明天要买哪一支 加烂好不好 我写在这里 导播看一下 我没有告诉你 告诉你啦 你买它不会涨啦 有人买它才会涨 你就算买100张 你也拉不动 对不对 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 所以同学我在这里 明白地告诉你 股票市场 有的股票你买买不动 你就算买50张 挡在那里而已 拉不上去 你要买了之后 有人把你拉上去 你才会赚钱 天底下最难的事情就是 我去买股票 我买这个点位 然后后面有人把我拉上去 对不对 天底下最难的 最衰的就是 我买好了之后 人家就可以倒货 这么很衰 然后叫你第一买不要卖 告诉你啦 这个能够涨多少 对不对 100块涨到115块 很了不起 我随便一档股票 两天就涨得比太多了 老师 拜托你告诉我 明天要买哪一档 我过年 我过年也钱 我想先赚一波 最好明天就涨停 后天也涨停 然后封关那一天又涨停 老师那我这样就可以赚钱了 我也是希望这样 对不对 所以同学 我一定要加赖 加得非常的仔细 我知道跟你讲 你也不敢买 对不对 你看到我的这个盘钱稿 我问你 你看我盘钱稿 你敢不敢买 你看我盘钱稿 你敢不敢买 我也跟你讲 伟创广达技嘉不是不好 但是筹码真的不好 我不要去赌 我去赌他干嘛 再多的钱我也不要去赌 我们家不是开银行的 老师你们家开银行吗 我算了一下 来看一下 这个有的老师很厉害 又有齐鸿 又有双鸿 又有秦承 又有金豪科 又有威刚 又有四星 又有利旺 又有创意 又有金星科 又有艾浦 又有志源 然后再多买一个什么 安国 神盾 华逊 又有伟创 维银 又有广达技嘉 因为我们会员分级 你会员分级级 比较衰的人就买到伟创 对不对 比较衰的就买到广达 虽一点的就买到技嘉 要不然好一点 买到旗红 买到双红 买到秦城 那这些股票有没有涨 我是要确保 我的会员在年底以前 可以赚一波 也确保 在这里持股都不用担心 所以我的股票其实并不多 而且有进有出 有买就有卖 为什么买 为什么卖 我也公开告诉你 对不对 当冲隔日冲 波段操作 我的实际操作 我也不骗你 对不对 我也不像港星 成龙 对不对 港星嘛 武打明星 放空 这个伟创广达技嘉 总算跌下来了 我也不跟你赌 我在这里 我讲得太清楚了 你要我讲什么嘛 同学 我不赌 我不赌 我为什么要赌 你找一个老师 然后那个老师叫你去赌 我也不知道你 你为什么要找老师 没关系 我买这支股票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涨 我买了我就设停损 那你买它干嘛 对不对 你参加这种老师 可以 你不如去买几颗骰子 大我就买多 小我就买空 搞不好比你老师 搞不好比你的老师还准 我讲真的 搞不好比你的老师还准 老师你怎么知道明天哪一支会涨 我每天都是预告明天 我从来不会讲过去 对不对 同学来看一下 我问你啦 我每天都预告明天 就像爱普 对不对 我虽然买在140 新会员买在180 再来买在200 再买在220 再买在240 280 290 有300 是不是每一个会员都大赚 老师 你没有获利出 我中间最多有出一趟 出一趟 我又价差50块 我又买回来了 那这一支股票 会不会到1000 我怎么知道 老师会不会过这个新高 我怎么知道 KD 日KD MACD都往上 你看外资买了一头拉股 头新买了一头拉股 老师那你告诉我 明天会不会涨停 不会涨停 最少也涨个25块吧 25块你10张就25万 同学 你要不要 好不好 明天还有涨停板的 有钱之所以有钱 坐单想的跟你不一样 明天我要带你买股票 所有同学听好 明天买股票 涨停板 等着你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咪参考 千 infant